香港警察乐队的音乐队 及风笛队所组成的48人队伍 为香港参与上海世博会演出 他们在上海市中心的南京东路上 奏出了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另外香港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小成员 也在台上展示他们的魅力 演奏出多首首本名曲 包括《狮子山下》 这些表演都是时尚香港 在上海举办的一连串精彩活动 来自香港的时尚产品 家具用品服饰等 香港贸易发展局 为上海市民带来香港品牌和原创设计 让他们感受到很多香港的元素 时尚香港大事古剧机 也都清零现场 分享自己的设计心得 在不同的范畴里面都在累积 在努力 也是非常有不同的范畴里面的经验吧 在开幕的当天 更举办了香港之夜 警察乐队再次献身 为大家带来陶醉的歌曲 之后上演了一场时装表演 展出了香港殿堂及设计师的作品 从10月15号至19号 在上海南京东路的四季广场外 上演一系列最能展现香港活力的多元文化节目 以及展览 时尚香港是港商配合四伯香港活动中 在四伯园区外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 香港参博工作小组 小丽报道 在月20日之间的会认为 这次的文化化 当天的位置 在无法院设计师的进行